婴儿发烧手脚僵硬案例 信念不够坚定 在家人给的压力下 最后带着孩子到医院打针 打了针回来后还是没有好 志工知道后 去家里看了孩子 把孩子带到原始点会所处理 为婴儿服食浓生姜汤 喝完浓生姜汤 做全身原始点舒缓 温敷 温敷过程中婴儿出汗 应及时把婴儿的汗擦干 或用暖风机吹干 再继续温敷 经过一天半左右 婴儿不拉肚子了 也会笑了